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好像拿这个水杯放哪里 红色的水杯 我拿过里边有一点药 不是 是一个直直的 这个 里边我有药 直红了 我忘记了 我全身有毛病肺也不好 肝也不好 心脏也不好 全身所有的脏肌都出问题 本性没有问题 我全身所有的脏肌都有问题了 所以有时候眼睛也挣不起来很累啊 这啥也不影响 真的是每个零件都哗啦哗啦的乱动 真的 人家上的自信除了零子不响 整个自信却都响 我所有的脏肌我觉得都坏掉了 这不影响你幸福啊 除了本能的感觉不舒服点 所以有个瘦啊在这儿 有时候缺氧啊 有时候过敏啊 你看我视频里边老是挠这儿啊 就是稍微有时候就很痒啊 脸上我已经很困之不挠了 他们还是说我挠脸 就尤其鼻子这儿就是 稍微一空气就是就会过敏 就是脸上就痒 就是觉得这儿痒那儿痒的 就有点汗啊就痒 然后传播起来啊 这儿就堵住了 这就像每天晚上就像这儿 就像卡着很多草一样的 就半夜就突然就醒了 就是也睡不好 但是这怕什么呢 如果说其实如果说在座的这个房间 很有可能我是病最重的 如果要从身体的零件的角度的话 我烂的是最多的 可以说如果我用眼睛观察一周的话 我烂的是最多的 但为什么我活得最幸福呢 是吧 所以如果修正可以达到 如果你的是你的脏器 病都不会影响你一丝的快乐 都不会带给你一丝的快乐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从佛法受益的 我就是以此来说明 并不是你的本能的反应 能够让你不开心 不是的 是你的认知角度 这个瘦没有 这个身体临界坏了 它有个本能的瘦啊 我狠独啊 熊很闷啊 熊就像压了块青石啊 那我也不会发脾气啊 是吧 我也会笑啊 很开心 这个肺啊这个肝啊 全部就像坏掉了一样 那我也 这个有时候很难受啊 真的是 它是个本能的角色 因为你受胃空嘛 那我会体感受到 这儿疼啊 这儿不舒服啊 那又有怎么 不就是疼吗 对吧 不就是堵吗 堵 你的肢戒变了 这些本能的反应 并不能影响你一死 这与定力无关啊 光靠定力不行的 这本能反应起来 你定力就没了 知道吧 但我不觉得我不修 我也不讨厌这个世界啊 是吧 我这身上就像六道似的 我也不讨厌 我老觉得坏掉的地方 就像恶鬼道 就像地狱道 我也不讨厌这个坏掉的地方啊 我没觉得我这个坏掉的地方 丑陋啊 我也没有排斥它 是吧 就坏了 是吧 我还真不是坐在这儿 吹 轻描淡写的这样子 就是坏了嘛 是吧 一见烂了 我就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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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过个几十年没问题 有什么样的 不就是个零件嘛 是吧 你提个烂自行车 他提了个新自行车 他哗啦哗啦活得很开心 又咋听 是吧 也有本能反应啊 也有疼啊 难受啊 有时候也吃药不是不吃啊 但是没什么 是吧 我们也不用被这些东西 被这个肉体吓住 是吧 就是病啊 这个病怕啥呢 这个世界大家都有病 谁没病呢 不是心病就是身体有病 大家这样都在病中 谁也别说谁 是吧 谁病得重一点 谁病得轻一点 但是你的肢戒如果是对的话 如果你安住在肢戒上 我觉得本能的反应都影响不了你思好 你的幸福感 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很幸福 就算你心里 就是你就还看到大家又在说 这个世界 一方面我觉得是 对佛的知见的确立 就是在你的生命里边 已经刻入到你的骨髓啊 你的每一个细胞科技 就是说这个是需要凶凶的 这个不是 毕竟我修了三十多年 是吧 那另一方面就是你的 就我觉得慈悲 我一定给大家说 你都不断凶然的出来的慈悲心 你会看到这个世界 三界六道住世 你都不讨厌 不管是这个众生世界多 这个人多低的 你觉得 你们大家经常说 那个人低等啊 这个人贫穷啊 那个人邪恶啊 那个人 你都不会生起业务之心 知道吧 没有这回事 你除非偶然会觉得 真的是 你会说觉得他可怜 偶然会这样子 你不会业务的 知道吧 你没有他长得好看 或者不好看 你业务他 或者是 你没有眉筹构进 这种事 这种眼睛里 你不会有这种概念的 因为 那我觉得 那就叫慈悲吧 那就叫慈悲性 我觉得他会 他会带你走向对幸福的那种 就说你 如果慈悲性具足 你会活得很幸福 因为这个世界 其实多饿 你都能够在里面 感觉到很 很知足 知道吧 你觉得那个人 病得太重了 你只能是这样 就是那个人 太重了病的 地狱到处是 他太苦了吧 他苦成那样子了 我能不能帮到他 然后又看他的心啊 心圆一马 心筋摇打 他实在定不住 他在那晃动里面 自己受苦啊 不断的受苦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 你扭着一定要那样 你就觉得 哎呀太可怜了 我怎么能把他安住 让他定住啊 定住他就不苦了嘛 因为定住他就清明 人定住的时候 六根清静啊 清明了 就不是那哄乱 他要晃就很哄乱嘛 老师就是 因为他气慢没转 人在杂念晃动的时候 那个啄水啊 永远在那晃 他就不清明 不清明 他就永远 自己烦恼 也看见这个世界 是五拙恶事啊 五拙恶事啊 就是觉得很恶很拙 是他里边的气脉 会轰拙 他如果定的话 六根就会清明清静 清静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自在了一点 这个世界即使恶也 只不过就是个 有一个人办了这些恶事嘛 伤害到对方 别人了是吧 这件事呢 你看大家都口嘱比伐了 大家都 显然大家都是善良的嘛 你看我们看 网络八卦新闻也是 对那些伤害别人的人啊 或者无意 就也还是 大家都是站在一个 善良的角度 就是谴责的嘛 是吧 怎么这个恶人 这么这么恶呢 把那个人杀了 怎么怎么是吧 说明善良的人还是多嘛 所以我们不会失望 没什么 只是我们现在你知道 六根不清静 又又又不停的晃度 这个轰浊的 轰浊的灼水不断的 它就变得很轰浊 你知道很轰浊 然后轰轰沉沉 然后不断的在生命里面折腾 挣扎 所以很辛劳 就是你坐在这儿 你都很辛苦 因为你挣扎 在这里边 我要怎么样 我要挣扎 而且还有牵挂 比如说切挂孩子啊 有病了 孩子啊 父母啊 那些孩子 我们随着修行 你这个切挂会放下 但不代表你不爱孩子了 你放下那个切挂 别人看不出你的爱了 但是呢 你更有力量 保住你的孩子 因为你不切挂了 你就心脉这个气啊 永远是充足的 你一晚上不睡 你也能给他 陪伴他 否则你自己一切挂 你就消耗了 孩子病好了 你病下了 是吧 你更没有力量了 知道吧 但这个慢慢 直接变了就行了 我就说 刚才说 你直接改变了 你本能的觉受也没变啊 但你仍然对幸福的感觉 很有幸福的感觉 你直接彻底的改变 他有时候需要修这个 有时候需要你修修 就是不断的不断的修 接持修就修 还有我们的六根在转的过程中 你六根一个是开解 如如不动的开解 另外呢 就是你观想 观想你的六根 你的死 佛说你要以你的肉体 不要以西医的角度 把它看这个心肝脾肺肺肾啊 这些 你就一四大 我觉得更好 地水火风啊 空啊 石啊这些 你更容易给外在的世界相应啊 然后你的身体 如果你能够安住在空性里 安住在本觉本明 你本来这 刚开始安住是个戒地嘛 你只是安住在一个枝剑上 因为你完全身心欲望 被内外牵引嘛 但只要你如如不动 这个六根就 这个开始空明了 你就不是这么轰浊的 觉得你是实在是一团肉 一个蹦蹦的一个东西 它会空明知道吧 你会慢慢地活在一个空明的境界 那个时候你的肉体啊 心肝脾肺肺啊 你的筋骨皮啊 你这些 在禅定里边 它真的有像山川河流啊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跟法界是一样的 跟六道是相应的 对吧 或者你把它完全变成光明镜也可以 虚空也可以 随便你变啊 如果安住在这就叫如来说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也释谢了成祖 或者生老病死吧 他老了死 也释迦了八十岁 也释迦了衰老 也释迦死亡嘛 但如来说 我活在我的世界里 藏了我尽啊 永生啊 不生不灭啊 只是在你们的世界里 我死了我捏白了 他是这样说的 因为当你活到你的本杰本名 一切都是假象 你世界的地大也是假的 火大也是分大也是 你世界的女人男人都是假的嘛 是个幻境嘛 你随便咯 他就是随缘了 他就是需要什么样子咯 是吧 好呢 是吧 你们看维摩结晶了吗 维摩结说病了 然后文殊菩萨他们去问了 是吧 因为众生有病 所以我有病 因为我就是众生 是吧 这是维摩结晶里面 大家不要看我跟我没关系啊 我说经是吧 不要说哎 你是谁谁怎么怎么啊 别想太多 永远不要想别人是什么 你是什么 这都是 是吧 你说哎呀 老师你是不是休息成了 或者是怎么故意的 你才故意的 因为你脑子里终有一个 刻意的故意的 偶然的 你这种之间都是 就是很 真的是很人力挠 很人性的 就是这种疑惑 所以你眼里 就算 如果老师是那样的 你永远不是佛 我告诉你 咱还能不能好好说话 咱们是佛跟佛对话 都是没见 是吧 最重要把你放在众生的位置上 看问题 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上 我坐在这里跟你聊天 那左右有个差戏 有个差人 是吧 各唱各的戏嘛 是吧 红脸黑脸各扮相嘛 你扮一个听的 我扮一个说话 是吧 就这样嘛 不就这样嘛 有啥呢 叫个老师 叫个弟子 都不丢两个字嘛 找啥相呢 是吧 老师也不神秘 没有什么 是吧 修多少年还不是做他本来的样子 你也只做本来的样子嘛 是吧 你不小心了 你只我想做美梦呢 在梦里想多待两天呗 是吧 我的梦不好早就醒来了 是吧 梦啊 是吧 有的人家做美梦呢 不小心了 假装睡 嘿嘿嘿 有的是装睡呢 有的是不想醒 因为美梦太美了嘛 干嘛要醒呢 是吧 荣华富贵 这个世界的名利 荣华富贵全拥有了 我干嘛醒 是吧 我先享受两天嘛 是吧 好不容易晒暴熟了 是不是 只是旦夕或福 有时候不知道哪天就走了 所以这个有点可可惜 否则的话 我宁愿他享受两天再休息 休息也挺辛苦 我说你好好享受吧 你好不容易是吧 散报熟了 你享受上几年再休息嘛 但是又不知道他能活多久 万一享受中间走了 这不可惜嘛 你饿报熟了 那挺苦的 休个啥呢 太苦了休了 但不管你散报熟 饿报熟都是你自己的福报啊 是吧 那真的是祝贺你 散报熟祝贺你 饿报熟了挺可怜的 就说我饿报熟了 但是我直接对也不也不苦 所以你们也饿报熟了也没啥 努力的把正直接放好 果报啊 也饿 存住坏空 也饿 零件维修修不好 保养不好 就容易坏的 好好保养你那俩零件 但坏了也不怕 维修维修 修不住就修不住吧 不就是个叮叮叮叮叮的乱撞 就这样 有时候累一点 有时候烦一点 身体好的时候 天外赶紧好好休息 不好的时候 你还得照顾这个零件 是吧 哪有时间乱想 别想这个世界 是吧 你不是想去月球吗 你就观想你在月球上不就完了 佛说 星球不在你心里吗 这是真理哦 你以为月球在外边了 在你那儿呢 知道吧 只要不把自己当成毅力就行 不要说 哎呀我在月球上的 你们在地球上的 我们跟你不一样 是吧 啥不一样 大家都要四大结空 哪个星球来的都是四大结空 现在就是 显然我们都在梦境里 你就现在坐在月球上 他都在太阳上 大家都差不多 都在梦里面 是吧 别以为多高级 其实大家聊这些 东聊西聊 就是说 不要太在意 身边的这些人事物 不要太在意 就是说 因为刚开始本能的这些牵引啊 好了 实实际际要去做事 做了就放下 做了就放下 你关 你肯定要关心家里边工作事业 我去做 处理完 马上放下 然后回归到休息上 那就行 而且在做的时候 也尽量的以佛的肢戒去 如果这件事能与佛的肢戒 说 在你的成熟的范围 能与佛的肢戒做 就以一个大菩萨的角度 去要求自己 如果说这件事实在 你不知道佛菩萨是怎么做的 而且这件事也确实你还在你的心里很难受 那就按人力的角度做好了 是吧 那按人道的 是对错做好了 就是说 做个善 善男人善女人好了 嗯 就是这样 因为到最后 如来的善 不是一种情感上的 就是那种怜悯啊 善良 如来的善是个大善 是吧 上善若水啊 就是说 它是足力量 知道吧 如来的善是足力量 是吧 是勇气 是足无畏力 知道吧 你看布施在佛菩萨的布施里边 一个财布施 一个法布施 还有无畏布施嘛 是吧 他是足力量 勇气 知道吧 还有智慧 就是他 这种智慧不是知识啊 他是很了解这个宇宙万法的本质 本质 真相啊 这就是智慧啊 了解真相就是智慧啊 你现在再聪明 你就了解三维啊 你对三维时空的人 是 你就算你是个生物学家 你是个什么物理学 你了解有星球 有太阳系有多少 你了解那些 你甚至了解宇宙地球上的所有物种 知道吧 但你还是三维啊 在你的眼里 还是你借我觉知的那些东西 这没出人力的范畴 人力的局限制还在哪儿 所以你不管你是科学家 还是 新校学家 或者是什么学家 只要在人道的范畴 你还要苦啊 苦不开眼 是吧 解脱不出来啊 对人民 在苦海里面 我说 也许我们这样 大家觉得空谈 其实你每天 如果真的是 每天去听闻这些 就是佛学的知见啊 就这种凶修啊 你会不太在乎人世界的 很多事 鸡毛蒜皮的死 不会在乎 这叫凶修 虽然它是理论 虽然它没有变成你的实际的行动力或者 但这种凶修也是蛮重要的 当年的声闻弟子 佛的那种小声闻弟子 都是从凶修开始 为啥叫声闻呢 都是从凶修开始 不断的凶染 因为你的习气和欲望也是别人教你的 从小你妈说这个不能 朋友那个不能做 老师也这样 你慢慢慢慢就形成直接了 暗局 很大 地区 伤社 人工事 人工事 有什么 人工事 我们想得来 人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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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